而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回到了現代消費者的思考 對我來說看棒球應該是一種休閒娛樂 應該是一種社交 對不對 你還記得嗎 看那個美國以前不是有一個電影 是威爾史密斯演的叫什麼 當幸福來敲門 裡面就有他被邀請去看棒球的時候 那個棒球是有專屬的VIP room 很難進去然後在裡面看棒球看的 不是一樣嗎 看棒球作為一種社交活動 所以這些事情就告訴我們 如果這個大家在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只是從傳統的 大家對於那個商圈的描述去做思考 那麼很難顛倒 彰化肉圓就是永遠是彰化肉圓 你跟人講說基隆肉圓也很好吃 人家不買你的帳 我們必須要從一個新的方向去看 那是現在的消費者注重的是什麼 現在的消費者就像之前中衛有做過風格 品牌 lifestyle 這樣子的方式把餐廳跟商圈 請重新定義為第一次約會該去的地方 不要懷疑 如果你叫我講第一次約會該去的商圈 是哪裡 平溪 那個計方科長的進度總是比人加快 第一次約會的商圈是平溪嗎 平溪不是應該是要求婚的商圈嗎 第一次我覺得我個人認為應該去猴洞 猴洞 貓可以小動物可以讓女性降低戒心 不知道嗎 對不對 你好愛貓喔 這男人應該不會 我是這樣講的啦 這是個小壞壞 這是個小壞壞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去思考商圈其實可以很開心的 只要你真的跟得上 而不是我們每次只是去很多KPI等等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幾個重點 好 那個時間也差不多 很快要跟各位講 其實不是價格 真的不是你那邊原來有什麼 那個每個店家本來就應該 我們本來就有這個計畫在培育他創新等等 可是作為一個管顧 作為一個管顧業者或商圈輔導 其實我們要用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在這裡跟大家交流 然後去想想看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價值 一個創意的主題可以重新定義它 一個鎖定特定的消費者族群去做的 只要那個帶起來後面的都會跟著上來 就像台東的嘉年華 對不對 那當然人家也講說什麼後來台南也有 還有哪裡有 花蓮 花蓮也有嘛 對不對 有些人就說什麼超那個台東的對不對 覺得很丟臉 我一點都不覺得 為什麼 台南人也有做熱氣球的權力啊 為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去台東做 這不是一種嘛 對不對 還有啊 那新竹說也要做對不對 但是新竹我們就認為不可以 為什麼 對啊 一不小心就飄到對岸了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喔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創意的主題去建立一個新的可能 第二 我們也可以串起不同的關係人的網路 也就是我知道很多夥伴們正在做的 把不同的郵城重新做包裝 對不對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私裡面把商圈分成北區中區南區 因為你在地的商圈之間本來就有究竟移動 或者是究竟串連的一個必要 在這裡面 他的關係的網路必須要建立起來 但是這個關係的網路不再是以前所想的 你知道嗎 傳統的想法 究竟去了田尾該去哪兒 或者是去田尾之前該去哪兒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商圈的話 真的嗎 肉園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大家先去園林吃完肉園 再去田尾騎腳踏車 這樣合理嗎 如果你在規劃一個郵城的時候 或者是你自己將來會 好像他有一點看點什麼吧 去王公 就是說山縣海縣都吃到 欸這就合理 對不對 山縣海縣都吃到 所以你會有一些不同的去定義它 不見得只有地理性的 而是會有一些新的主題的 比如說 這個就不用唸給各位聽了 心裡默唸一次你就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特殊性的接的營造 呈現多元的豐富的可能 那最重要的是還有就是在地人員的培育 在地人員的培育跟新的科技的應用 就有可能為他創造一些不一樣 真的不一定是Kiosk 而是一種新的導覽的 或者是等等的形式 那這個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最後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這件事 所有的風格各位再想一下 剛剛為什麼一開頭給各位看那個 GoGo四個T-shirt的故事 商圈是由人組成的 民眾對於商圈的瞭解 消費者對於商圈的瞭解 也是基於一種伴侶人化的互動的形態 覺得這裡是一個我應該做什麼就要去 覺得這裡是一個有什麼樣人的故事 有沒有要不要 台南我舉個例子 台南有一個保安工商軍 就是那個博華街那裡有沒有 大家都覺得那裡的阿明珠心 那裡的什麼米粉 那裡的什麼米糕 全部讓他們覺得是人跟人 所以這樣子的人的風格的形塑 才能夠為商圈找到一個新的價值 這個價值希望各位再想一次 是不只過去我們在輔導機制上 為他建立的這個品牌啦 對你的魅力特色啦 而是他有一個更在地直接的故事 讓人家想說我到那裡就要去找阿基師 找阿元師 阿什麼師 而這裡把他做一個完整的創造 體驗 特色 適當的科技 還有有沒有辦法把他變成一個 可以對國際說話的 像侯洞現在在建的那個貓的那個 那個天橋還是路橋 那都是一個在轉型的可能 都希望各位能夠做一些不一樣的思考 那這樣子呢 也許各位今年在推動相關的業務 當然我們還有很好的夥伴 因為我們今天民視有沒有來 有嘛 對不對 民視其實可以在傳播上 為我們創造很不一樣的東西 特別的 有特色的 有主題的 有風格的商圈將會是接下來2013年開始 我們在學術研究上也認為 至少還有10年可以做新的超風 因為這是一個越來越personalized 的人代的年代 好嗎 謝謝大家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